诶 你在干嘛 我在酸面子 酸的啥 今天一开箱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不专业开箱的 今天我们要来试喝看看 7-11的新商品 这里有三罐 分别是清酒咖啡 威士忌拿铁 万丹 冬季先帝 红豆咸奶茶 那非要不不都说 我们就直接来试喝吧 喝喝 它的红豆味很浓 是哦 对 它奶茶 没有那么的突兀 然后红豆味很浓 可惜就是说 这里面喝不到红豆 这里面喝不到红豆 真的 但是红豆味真的确实很浓 再喝一口 摄影机小姐 你是不是很想喝看看 对 来 给你喝 那如果一到十分 你会给他几分呢 这个饮料我给他8分 哇 蛮高的 我可以剩这两罐了 摄影机小姐 这两罐你想要我喝哪一罐 嗯 先喝 威士忌拿铁 威士忌拿铁 你根本想要我醉吧 威士忌拿铁 它是有5%的酒精含量 然后它的外观 其实你看起来它就黑黑的 可是它是玻璃瓶 对啊 超可爱的 玻璃的声音 它的包装也很可爱 这拿来装走应该 蛮怪的 会不会有酒味 酒味吗 很浓烈 你闻起来就是那种拿铁味 可是又有微微的酒味 对 还蛮特别的味道 你闻看看 有没有 算了 我直接来喝 还蛮好喝的 它就是拿铁 可是它的酒精不高 你 不会有那种很浓烈的酒味 就是 它里面的那种酒味可能只是提个味而已 嗯 如果说这个拿铁喝起来 它有 9分是拿铁的话 它只有1分是酒 哦 对 真的还不错喝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喝看看 至于这个饮料 照惯例1到10分 我给它打几分 这个我给它打9分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喝拿铁 然后它酒味不会很重 我觉得OK 接下来是清酒咖啡 不过我自己本身不爱喝咖啡 但当初看到这个我觉得还蛮奇特 为什么 日本的清酒 对 加咖啡 加咖啡 感觉会蹦出新之味 不要讲废话 直接来喝 影片都太长 到时候人家也不爱看 这个比较浓 它酒精多少 一样是0.5 我把它摇一摇 这个好浓 哦 朋友你闻看看你闻看看 你闻看看 有没有很浓 超浓的 真的是 你觉得我要制导自己 来喝看看 它是咖啡 然后 里面有那个 日本清酒的那种感觉 清酒我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 我喝过稍微喝过 我觉得还蛮奇特的味道 清酒是喝起来是这样的 我不会讲那种感觉 你可能要自己去喝看看 然后 跟刚刚的 威士忌拿铁来比 我觉得这一瓶的酒味 比刚刚还要浓 是哦 对比刚刚还要浓 它咖啡的味 好像比较没有 那么重 所以我觉得喝起来 我比较不排斥 因为像那种黑咖啡什么的啊 那个喝起来我就很排斥 但有些很苦的黑咖啡 对对对 那我很排斥 这种还好 我可以接受 至于1到10分 我给这个饮料几分 我可能仍给他7分 好像影片的结尾来跟大家说说 为什么我将这三罐饮料 打这样子的分数 首先是万丹的红豆鲜奶茶 红豆鲜奶茶它甜而不腻 它的红豆味很浓 但是它奶茶味不会特别的突兀 它们已经达到平和黄金比例的感觉了 但是它缺点就是 喝不到那种红豆汤 咬红豆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给它8分 再来就是威士忌拿铁 威士忌拿铁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喝拿铁 但是它喝不到我喜欢的那种甜度 因为我本身喝饮料像是蜘蛛奶茶 我都是喝差不多8分糖 那会不会两年后你是得疼尿病了 不会我最近有改喝水 对 然后它里面也 酒味不会那么浓 所以我觉得这罐还可以接受 最后是这罐我打7分的清酒咖啡 为什么我把它打7分呢 因为我本身就不喜欢喝咖啡 然后它也不那么甜 再来就是它的酒味比刚刚的威士忌拿铁还要浓 所以我不太爱这种味道 对 所以我给它打7分 最后最后 我觉得我会推这罐 万诞红豆鲜奶茶 因为它真的很好喝 达到一种红豆跟奶茶平衡 买早餐真的可以买它 不过 以打分数来说 这都是我个人的一些因素 所以不一定是准的 好的 我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影片 可以在影片下方按订阅 也可以帮我分享 留言 最后 想要我喝什么 想要我吃什么 也可以在我影片下方留言 然后我说好 拜拜 按下去然后没按到 然后我照 没看到了 我照敢喝下去 我看你喝完了 哈哈 没关系 这个人家看不出来 看得出来啦 真的看不出来 这个全部都白白的 不是这个 哦